全球500大富豪的脫口秀天后 Oprah 欧普拉最近和苹果签约了 要准备拍摄新的节目 他希望呢 夹带他的人气 以及各个非常厉害的影响力呢 和这个Netflix Google以及Amazon呢 在影音平台上面一掘雌雄 但是Netflix之前已经签了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和前第一夫人密雪儿马 那这个Amazon呢 他也签下了Jordan Peele 以及Nicole Kimmel 这看来每一个影音平台呢 都有自己的巨星加持 战况一定会非常的激烈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线上影音市场之战 日渐白热化 Netflix前脚才刚与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和前第一夫人密雪儿欧巴马 签约共同制作节目 苹果的后脚就跟着宣布 将人美国脱口秀天后 欧普拉一起打造原创节目 欧普拉将专门为苹果 即将推出的线上影片平台 制作一系列节目 64岁的欧普拉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人之一 也是美国演艺圈的传奇人物 她的人生宛如一部黑人小女孩力争上游 冲破阶级体制的励志电影 从出身贫穷 多年遭受性虐待的黑暗童年 到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名人之一 如今她身价高达40亿美元 成为首位登上蓬勃亿万富翁指数的非裔女企业家 曾入选过时代百大人物九次 在今年荣获金球奖象征终身成就奖的赛希尔·戴米尔奖 甚至连美国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都在日前以欧普拉的代表作 欧普拉秀为主题推出特展 日前苹果也证实将投入10亿美元 投资原创内容 除了欧普拉 苹果也已经携手史蒂芬·史匹博 珍妮佛·安尼斯顿 以及瑞斯·维斯彭推出影集 而Netflix除了在近期签下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夫妇 也已经看两位知名制作人莱恩·莫菲 以及山达·莱梅斯坦好合作 亚马逊则签下能导能演的乔登·皮尔 还有影后尼可基曼 看来为了壮大自家影片服务的声势 这场在影音平台之间展开的名人争夺战 已经正式拉开序幕 中文字幕提供